大家早安不安,慢安,全日安 欢迎来到 Raymond Wong 的直播节目 希望大家帮忙 点赞,订阅和分享 看看订阅状况 如果还没按住小铃铛 希望大家可以帮忙 因为这个台的传播力真的很有限 因为只有1,000多个订户 草創阶段没办法 这个真的要靠大家帮忙 将这些节目传播出去 多谢大家的支持 第一件事跟大家讲一下 也有一宗不知道是否好或不好的消息 为什么是否好或不好呢? 视乎你站在哪一个角度 就是香港的大纪元时报 不是,是大纪元时报 会在2024年9月17日中秋节发行最后一期报纸 他们解释的原因就是 香港大纪元印刷厂租药到期 无法续药 再加之目前香港各种因素 香港大纪元时报 决定暂时停止印刷和日报报纸的发行 他说这个感慨万千 但绝不悲哀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 都是靠这份大纪元时报 去铺桌吃饭的 对那些人来说当然是悲哀 少了一份可以拿的免费报纸铺桌吃饭 不过香港有很多免费报 没所谓的 就是一份免费报死了 有其他免费报都可以拿来铺桌 他们就这么说 他说2001年以来 香港大纪元的印刷版 陪伴了香港市民整整23年的时间 这不是普通的23个春夏秋冬 而是从香港从兴至衰 这么说也行 香港现在还没衰 说真的 香港在2001年的时候 也不是很好 如果我没记错 2001年其实 OK 但不是很好 去到2002年 香港已经是很糟糕了 香港已经是很糟糕了 那 大纪元 现在他就说 八千多个腐蝕的日子 哈哈哈哈 是不是真的这么差啊 香港有些事情是可以做好一点的 这是真的 做好一点是可以的 但是你说现在香港是不是很糟糕了 那我就不认为 虽然 有些消息出来了 对香港也不是真的那么好 有些没办法 有些事情我也跟大家说 因为香港的情况 现在很多因素叠加在一起 你有很多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时候 当然会有困难的了 这些困难是不是能克服不了 我认为不是 香港人一起努力做 应该是能克服得到的 这是我的看法 这个大忌丸他就说 大忌丸和港人共同面对无奈和痛苦 但都一起期盼黎明和未来 就是这样 他现在说到很有趣的 就是这个大忌丸 他说 这是一个绝望的时代 也是希望的时代 在黑暗中我们从未停止希望 而事实上 距离黎明的到来 也确实没有现在那么接近 黎明不知道会不会来呢 那么 黎明其实每一朝都会来的 就是 就是 他说的那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很有趣 为什么说很有趣呢 其实 他就说很感谢 给他们支持和鼓励的 广大读者合作机构和广告客户 即使大忌丸 报纸暂时停刊 但是香港大忌丸网站 会继续为香港发声 那么 看看他近期为香港发了什么声 就是大忌丸 这个大忌丸 最新近的一条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新闻 就是 香港831事件五周年 应遇千港人集会纪念 哈哈哈哈 其实831是什么呢 其实831根本是 暴动里面其中一只小插曲 不过有很多人就说 喂 不是啊 在太子地铁站上杀了人 其实 当然没有了 这些事情 就是 造假也不要太离谱 有些人 现在还说 我在太子站 经过太子站 我会感受到 有些灵体的 我会哭的 我会流眼泪的 哈哈哈哈 这些都是没办法的 有时 那个时代 就会有这些奇怪的插曲 我只能够说这些奇怪的插曲 因为831那件事 明显不是事实 他当然有另外一些新闻 另外一些新闻 我稍后也会说 也是重要的 其实 那 大忌苑 他现在停的 印刷业务也好 香港还有免费报纸 可以给大家铺桌 不一定要用大忌苑 有些朋友跟我说 他包狗市 全靠大忌苑 大忌苑真的有个好处 因为他是全靠大忌苑的报纸 他不是Tabloid大忌苑 不像AM730 头条日报那些 Tabloid大忌苑 就是小部大忌苑的报纸 所以他比较大 用来包狗市 是很适合的 我有些朋友跟我说 我自己没有养狗 所以不知道 他是拿大忌苑来包狗市 哈哈 没所谓 每个人有不同的用法 看到这些实体报纸 会不会有人坐在那里 拿着大忌苑看 我有时也会 因为我这里也可以拿 也很有趣 有时他报的消息 尤其是 如果记回2020年 不是2020 不是2000 2000年 好像他还没有 2020年 美国总统大选 川普那边的假新闻 大忌苑那些是照报的 那些是西方媒体 也确认了他大忌苑是假新闻 基本上是这样的 即是 Sydney Powell 那些 说的那些 Linwood 说的那些 全部大忌苑是不断连载的 结果是 全部都是谎 他自己做臭自己 Lin King 88 就说不是恒灾落 不支持假消息 他们也不是全部都是假的 我也要说 即是大紀元 有些东西都是真的 有些东西都是真的 但是 有些东西是不可靠的 那你要过累过 其实就是 Happy Wonder 他就说 我用大忌苑 用报纸来透火开BBQ爐 其实很多人都是用大忌苑 去做不同的工作 即是家里面的工作 都不少得这份大忌苑时报 因为它是全尺寸的报纸 是有用的 不是没有用的 不过他们 为何组不到租药 这是很奇怪的 我觉得他们要组租药 他们一定可以组到租药 不过 现在他当然要说 现在我们租的地方来印报纸 也租不到 其实我也不相信这些东西 说真的 就算你是多黄也好 就是用黄蓝去形容 我不想这么说 但是还是要这么说 你多黄也好 你也会找到店铺租的 在香港 怎会找不到位租 不可能的 就是你找个工厂大厦来做印刷 这些不难的事 不过他应该就是 我估计 看过那条数据 再做下去也没意思 那他就不做 其实 我的想法是这样 因为现在 很搞笑的 有时候也会看到 阿公阿婆派 法轮功那些东西 在香港还有的 但是现在没有人拿去的东西 现在 那个环境改变了 那个环境改变了 还有 有一件事是很糟糕的 譬如 你拿了一份大忌丸 你忘记了 放在背囊上 你拿了上大陆 那又怎样 这是有风险的事 香港当然无所谓 你拿大忌丸上大陆 放在自己的背囊上 然后 一个关一手 咦?你有份大忌丸 那又怎样 他肯定是收了你的 因为我也试过一次 我就拿了他们一只光碟 在尖沙咀里 拿了他们一只光碟 那次我是回广州的 不过我去到广州 才想起 咦?有这样的光碟在这里 为什么? 是不记得了 但如果在关口被人搜到 也会麻烦的 他最多都是说收了你的 不过我不是说超级麻烦 收了你 接着问你几句 接着说不记得 应该也是没有事 那算了 这一刻他说 一会儿去唐人集货店 看看还有没有大X元 在澳柳应该还有 澳柳的大忌丸 还是很有用的 我们一般人 都会用它来包含垃圾 可能会看看 不是说完全不看 也会看的 那休息一会儿 回来讲讲另外一个话题 休息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在诺人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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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需要 图 并没有 在诺人物上 那种 诺人物上 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